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了 就是車價500萬 其實這就是老闆級的車了 但今天來的這一台很特別 因為剛剛有想說 全台灣應該就這一台 對 沒有錯 S350D但是是長軸版 因為後面有個L對不對 然後它又因為加了套件 就更與眾不同了 對 而且它是MG Line的版本 而且它還是4MATIC 其實說真的 就是總態理解 它是沒有這個長軸版 那同時它也沒有這個4MATIC 對不對 因為通常這種大型的這種房車 你可以想到只有奧迪的A8 有這種所謂四輪傳動的版本 所以通常這種版本 其實它大部分都是銷到 類似像比較有這種會下雪 會結邊的地方去為主 所以台灣會去選這種車的人 通常都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何王哥敢這樣講 就是因為車主他很熟 他才可以這樣虧他 我怎麼可能這樣形容 是不是 但何王哥 因為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跟他來看一下 就是應該也是老闆級的人物 對不對 所以他們選擇這一台車 一定有原因 對 因為它是從以前的這種 W116就開始有S-Class的人 所以他已經有相當的年紀 然後他中間跳了四 五代以後 他才會買這個W222的版本 所以他做足了功課 他每個什麼東西 都很仔細的去問 去看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看到那個人就跟這個頭燈一樣 就三條線 我太也就說那個三條線的 但是他喜歡這台車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是賓士S-Class嗎 對 而且他很喜歡開車 你知道嗎 其實在台 應該是講全世界 這個所謂的自營商這種企業主 自己會 最會自己 就是說S-Class 是老闆自己開的 我覺得在台灣的比例是佔得最大 因為大部分大家就會想說 買到這個車 你就是所謂的後座買家 你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前面佩斯基 你就坐到後面那個尊榮位的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企業家 其實是滿務實的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不需要去養兩台車 因為有時候他需要去接待外賓 尤其就像我剛才講 W114 甚至我以前賣了滿多的 W126的280SEL 300SEL 其實很多都是老闆 自己買 自己開 自己去接客戶 所以他們常常講 甚至我有一個客人 有一個朋友 他是我當兵的朋友 他買的 你想想看 20幾歲 買台S600 然後W140的去接國外的客人 他就跟我講 因為他個子長得不高 老闆本身不介意到司機 對 150幾 然後他就說他去接機的時候 國外的客人就問他說 你老闆怎麼沒來 你看 你就被誤會了 對 但他自己覺得OK 對 而且他就說 他因為這個樣子 他感動到了這個買主 他就說這個老闆自己開車來接我 不是派司機 很有誠意 對 很有誠意 而且就像剛剛志欣講的 這個老外也滿有智慧的 他就知道說 他得跟這個老闆坐在一起 兩個人就坐在前頭 然後他就彼此拉近 對 彼此拉近自己的距離 從機場去到工廠 還沒到工廠 生意就談成了 多好 對 他就覺得 這個老闆也很務實 而且我說實在話 其實很多人 即便你是企業主 就是我們講的這些 大公司的老闆 其實您請的這個司機 也有可能 六日或是特別假日 他也休假 還是有自駕的機會 對 而且你幹嘛把這個車 連這個休假日都讓 都放讓他再閒 我跟你講 愛開車的人是這樣的 就是我自己如果不開 我覺得我沒享受到 對 而且他搭載的柴油引擎 好像這樣 和黃哥非常滿意 是不是 我覺得賓士 他的這一顆 直六 3.0的渦輪柴油引擎 他是 我覺得他相當的棒 你一路開來的時候 對 你有感受嗎 對 因為這顆引擎 第一 我必須講 他相當的耐用的原因是 因為像我們以前 其實我個人最偏好的 就是這種直列的 這種六缸引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之前的 他上一代的引擎 是V型的六缸 所以代表你的引擎會比較短 你的引擎比較短之後 你的曲軸也變短 你每一幕 我們講的每一幕的波斯 大小波斯 它就變薄了 所以他比較擔心的 尤其像比較重載的車 他就比較怕 他的所謂的引擎超轉 所以他的耐用程度 絕對比不上這個直列六缸 對 而且這顆引擎 它再搭配上我講的這個 九速的這種變乳箱 其實我們整路開來 完全沒有這種柴油車的感覺 柴油在低轉速的時候 會比較大聲 對 但是它只要 油門加了一點點之後 你就感覺不到 它那種柴油的感覺 而且這顆引擎 最特殊的一點是 它在1200轉 就可以達到600牛頓米 而且它的儀表上面就會顯示 你就看著 九門輕柴一點點 600牛頓米 馬上就到 隨纏隨到 再搭上它裡面的這種 換檔撥片開起來 其實整部車完全沒有 我們講的那種柴油引擎 那種感覺的頓促感 而且這部車其實 其實不太好講 就是被你形容 就是高級的柴油引擎 對 就像我講的 你從來你不會覺得它有什麼 比較慢的那種感覺 而且開起來一點點那種 慢的感覺都沒有 所以難怪你的朋友 就是買了這一台車 他也會自己喜歡開 對 而且他喜歡這種外觀 就是他覺得這個車 除了好看以外 煞車還要很靈光 因為AMG Line 它配備的這種鋼圈 它前面是19吋的 然後前面是245 後面是275的輪胎 雖然它是前後配 但是你可以看 它前面的煞車盤是370mm 後面是340 所以代表它的煞車力比較大 因為我整個都是我自己開 所以我感覺上這個車 其實它一點都不會像是 那種轉趴拉的那種 很舒適的雪 尤其我們把那種 它的舒適不是完全軟掉的那種舒適 而且你把它放到Sport去以後 整體的綜合表現是相當的好 因為它是長走板 長走板意思是 我應該在後座 我可以創造更多的空間 所以顯然 坐在這個位置的老闆 也會挺幸福的 而且它是不是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套件 在座椅的部分 它也是讓它的副架 可以完全的往前 再創造出一個 可以靠腳的地方 所以後面的空間 真的是相當的大 郝王哥你來做好了 我覺得你來做 我來做 好 我本來想說 郝王哥今天穿西裝 小米了 你來坐看看 我還是只有當司機的命 不要這麼說 郝王哥客氣了 我好喜歡它的頭枕 對 而且它往後凹進去以後 它的空間其實很大 很灘 而且裡面的整個氛圍 它的氣氛燈跟各方面的這一些 其他的這些配備你加起來 而且它的音響 你可以看它在這邊 它有波林之音 它前後都有 在後座它的影音系統 是相當的棒 它還另外再自己加裝了 對 選配了對不對 而且它的隔音 包含它的隱密性 其實各方面來講 都相當的好 因為S-Class版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極舒適的豪華房車 但是因為這位車主 他又自己又添加了 更舒適的配備 對不對 只是坐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真的就是一個 大老闆的氣派 就在這裡 對不對 好 暫時的過過癮 我們再往後面來看 講到燈 剛剛郝王哥雖然形容說 三條線 台灣觀眾朋友 這三條線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出 它是什麼車款是不是 對 沒有錯 如果它是三條 對 它就是S-Class 對 如果它是兩條 E-Class 一條呢 C-Class 對 我們就這樣分 其實滿好分的 對 後面一樣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是AMG Line的一些版本 所以讓它這部車看起來 比較有動感 相對我們可以看 這就是它的這部車 最特殊的地方 它有FORMATIC 全台灣就只有這台車上面有這個 我是說S350D 對不對 加常版 好 郝王哥 其實這台車 你的朋友最喜歡的 會是前面的這些科技感的感受嗎 其實我必須講 他最喜歡是上面的天窗 他最喜歡天窗 對 因為這部車 它有兩個全景式的天窗 相當的大 然後因為它以前的W16是沒有天窗 他就說我這輩子 一定要開一部有天窗 而且我還有大天窗 所以老闆的心願 反而是這個天窗 對 因為那個年代沒有 很有趣 了解 然後你可以看這部車 其實我們一路上看下來 它的這種天窗其實是真的相當大了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方向盤 它是AMG版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來看到 它不是全圓的 然後它到這邊是比較一個 跑車化的一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它前面有HUD 它有選配了這個 我們的抬頭顯示器 然後再來 你可以看我把它眼前發動以後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Nine Vision 它就可以顯示出來 有沒有 你可以看 有 對 在夜間 夜間的功能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前面的人 所以相當的棒 其實我們現在當然棚內 光線非常充足 你不覺得這功能有什麼了不起 但你在一個四處非常黑暗的環境裡面 這個很重要 對 相當的安全 了解 好 再來看到 對 然後再來它的音響 它有配這個柏林之音 所以你可以看它在這邊是有的 其實很多車上 我覺得你可能會看不到這個東西 就是高級的音 說真的 就是音響的享受 很多人也是挺在意的 對 而且這部車 玻璃還有整個隔音配備 其實如果允許的話 我覺得您可以考慮 把eClass再往上 upgrade去買這個車 而且你可以看它在這邊 它的這些 你如果是iPhone的手機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無線充電 然後它的SD卡 USB接頭也通常是完備的 所以整部車我必須要講 這部車我早上開上來的時候 我使用換檔撥片 開起來那種感覺就像跑車 而且當你方向旁往右邊打 它感應到你的機質比較大的時候 你往右邊打的時候 左邊的這一塊 椅子的部分 對 它會膨起來 把你頂住 就人不會往這邊滑 就相當的棒 就整體上的感覺 真的完全不像 是一部大型房車的那種感覺 所以花500萬買這台車值得 我覺得相當值得的 我們講的是原始車架 這台車當然不只如此 所以我個人也很好奇 就是說 他當時從國外要找到這一台車 他設定哪些條件 然後他又是如何的 讓他最後完成一個 自己想要的夢幻車款 我們來問一下外匯車專家Kevin Kevin歡迎你來到地球黃金線 你是受人之託 對不對 受和王跟朋友之託 找到了這一台車 這一台車 可不可以讓我們先了解一下 它的背景 就是說當時設定的是希望可以 從國外找到一台幾乎全新的車嗎 對 沒錯 然後當然車主就一定要有 這個長軸版的AMG Line 然後它要加4MATIC 對 4MATIC 還有選配這個前座的舒適套件 等於說你包含整個按摩的功能 然後側向 你有拘力的話 它會自動充氣 就剛剛和王哥說的 對 因為他很喜歡開車 其實他都自己開 二來當然他也會載客戶 這個後座也選配了一個 後座的豪華套件 還選配這個娛樂套件 這個都十幾萬 所以可以透露一下嗎 就是這十幾項加下來 這位老闆後來再選配件部分 還多支付了 這個如果以市價來講 大概是117萬 100多萬 對 我個人覺得這種駕駛的 這種舒適系統 這一套我是覺得真的 推薦大家要選擇一件 對 因為剛才整個路上開來 你會覺得 我們從台中開上來 開了快兩個小時 這個按摩功能鍵 你把它開下去 它會幫你做很多 模式的這種按摩 我覺得相當的棒 另外再問一件事是 這款車畢竟才有雨情 它外匯車的行車走進來 它一定要驗車的吧 對 請問難度高不高 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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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了大概五個月的測試 車輛測試 18年找車 等到19年才交得了 是不是 對 沒錯 大概五個月已經算 比預期快了 對 因為柴油的確實它 不好驗 對 但其實 雖然時間蠻長的